首先我們讓老師先來當學生一下 第一個你看這裡 這個是練習題 在OneNote裡面它有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其實OneNote上面這些所謂的測驗的提醒 或者叫教材提醒都可以 它跟一般老師平常有接觸過那個均衣比較不一樣 均衣是它題目是否定好了 老師可不可以自訂 機會不高 不是說完全不行 但是你自訂的機會很少 對不對 因為它有一套的系統 那在OneNote這邊它就比較不是這樣的方式 而是由老師你自行決定這些內容 那練習題的部分就是你可以練習N次 練習N次直到過關 過老師指定的條件為止 比如說我要90分要多少分以上才算過關 他沒有過關他就可以繼續練習 那這樣子呢您看一下我把它點進去 所以呢 你如果說你在這邊做測驗 這個因為我用這個賬號已經過關了 我要另外一個 好 任務裡面 打開 第一個 它會另開一個新的分頁 那這裡呢有 有沒有 這裡有完成條件 我說要百分百答對 因為只有三題而已嘛 哈哈哈哈 好 我了解了 那就開始測驗 OK 好 那第一題 好 你看到這個 你看是什麼 內容 圓鈕就是單選題嘛 等你把它全部選好了 選好了 在上面是不是有一個叫提交結果 嘿 你就把它送出 那萬一像我這樣隨便亂打的 是不是就沒過 未達標準 就要再來一次嘛 了解嗎 當然它不見得一定要馬上就重複練習 它可以先跳別題 可以先跳別題 也不見得要照順序 好 所以您 在這邊看 在one note裡面把這樣子稱作一個任務 好 稱作一個任務 所以你在同一個任務裡面 你可以點中間這裡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跳其他的 也可以 或者你要回到外面 也都OK 那24節氣這個也是練習體 像 這兩天 是什麼節氣 蛤 糟糕 好 管他的 先看這個 二次節氣都是國力還是農力 反正這一題會隨著年齡的增長 答錯的越來越多 哈哈哈 練習題喔 所以反正答錯你應該知道 就是另外一半的嘛 哈哈哈 再來你看 這個是可以讓你不斷練習的 另外那種 像這一種的 下面這兩題 就是屬於什麼 比較標準的 欸 就只有一次機會的 這是在one note裡面稱作投票題 比如說 欸我們常知道 味覺對不對 那我就要問一下老師囉 味覺的部分 有很多 我們上面有味蕾 哪一個不是我們 嘴巴裡面 舌頭上能夠感受到的 味道 你選好的 一樣按提交 這個就沒有重複練習 就一番兩等元 好 一番兩等元 像這樣子 那另外呢 像這一題 大家平常都有在看 YouTube影片對不對 或者其他影音網站都一樣 您在看的時候 一定都看過這個東西 有沒有 有沒有比480還更高的 有啦 720 1080 你再上去還有 可是 我們都知道 數字越大 是影片的品質越好 但是 它到底代表的是 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認為我會考你 應該比較難 哈哈哈哈 好你選好之後 一樣提交結果 這兩題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投票題 好 就投票 就是只有一次機會的 一次機會的 那另外 其實如果像一般做實驗 會有時候有什麼 路徑啊 那個順序問題的 我們就會用這種叫塗鴉體 比如說像這一題 我們常聽過什麼 胃潰瘍有沒有 幽門感菌啊 幽門 那到底在 幽門感菌在哪裡 因為其實 用選擇體也好 不管單選 複選 是不是就有猜的機會 這個 沒有 你看有沒有提光工具 你就讓它自己去畫 看是上面或下面 好自己畫 那畫完了 就按這邊有個提交 有沒有 在這裡有個提交結果 這樣也可以 好 所以這個是 OneNote另外一個 不一樣的 再來就是我們 跟各位老師提到的影片 影片 影片 你看 在這裡面 妮妮進來之後 我有先偷偷告訴你 題目會在3分14秒出現 好 3分14秒出現 所以呢 好 我就先play一下 好 我就先跳到後面 3分多鐘 好 大概在這裡 好 它在出題目了 好 等到3分14秒的 它把這個講完了 題目有沒有跳出來 這樣你要不要擔心 同學回去不會看 像這樣 那它就必須要回答 對不對 如果答錯了就再繼續 好 就再繼續下去 這樣子 這樣老師有了解 那 另外一個OneNote 還有一個特色是什麼 就是 筆記 筆記 它也可以在上面 自己做筆記 當然老師你自己學習 也可以做筆記 比如說這是 原來 是 XX 對不對 好 我就按確定 然後 因為我們是看影片 所以它沒有辦法 我們記錄你是在3分23秒 這邊加了筆記 因此 如果你的影片 已經看到別的地方了 沒有關係 你只要點這裡一下 有沒有馬上回到這裡來 這樣筆記有沒有跟 影片 你的筆記就跟你在一起 不只是影片 還有其他的 教材 一樣都可以做筆記 所以是不是就比較不一樣 當然它也有比較傳統的 就是 像一般老師 平常最常 會遇到的就是 直接上傳作業 有沒有 作業檔案的 這個也有 它一樣是傳到哪裡 傳到我們的 雲端硬碟上 就是一樣是傳到雲端硬碟上 所以您在上面一樣可以做 越鍵的動作 甚至可以推鍵 它就可以補膠 這些在玩弄裡面都做得到 那我就讓老師 稍微自己進來看一下 如果您有做了一些絞交 做了回答 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 您自己的閱讀紀錄 閱讀紀錄或者是作業的絞交情形 重新整理一下 就可以知道 你看這題沒有過關的有沒有 就是你也可以自主管理 當然老師那邊也可以看到全部的 好全部的 那我就先把畫面還給老師 請您先自行試看看 在玩弄裡面這些比較 跟平常呢 您在一般的這種 測驗的所謂的提形 的類型比較一下 它有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